人民社警总会长关志廷昨天在脸书揭露 霹雳医保一名年迈母亲亲自打电话给他向他哭诉 在餐厅后向摘下口罩吸烟的儿子中了一万令吉罚单 必须扣薪水还罚单没钱给他医病了 关志廷承诺会协助他向卫生局上诉 最终成功把罚单减低到一千令吉 不过调诡的是医保警局主任阿斯·马迪却表示 这起引起关注的罚单求情事件 事实上并不存在 医保警区也没有发出过这样的罚单 阿斯·马迪昨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医保警方根本无法联络上所谓接获警方开出 一万令吉罚单的当事人 但这没有经过正式的消息 却已经是散播开来 就连前首相杜斯里纳吉也分享了这篇贴文 他表示警方目前已经是针对这个不存在的 一万令吉罚单事件展开调查 也呼吁民众不要随意散播 未经证实的消息